三月底在青岛市美术馆开幕的 韩美林生效艺术展 可以说是艺术大师韩美林 在这个春天带给岛城美术爱好者的一场 艺术盛宴 在展览即将闭幕之际 他又向青岛捐赠了一件珍贵的雕塑作品 为了报答青岛人民对我这个展览的热爱 我捐给青岛一件作品 那以后还有机会呢 还要捐一件 为什么青岛人民对我太好了 在捐赠仪式上 艺术家韩美林以视频形式 向青岛观众表达了感谢之情 他捐赠的青铜雕塑母与子 把人性中最伟大的爱母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座两米多高的雕塑 在运抵青岛后 将在青岛市美术馆 夺马展厅永久展尘 韩美林的生肖展 在全球 包括全国 但是呢 尤其是对于家乡这次展览呢 他特别重视 也特别关注 展览即将落幕的时候呢 他应该把自己的这个心意呢 给留给山东人民 所以呢 今天呢 派我来呢 他将自己的一件立作 也就是他的这个系列作品里的 母与子的一作青铜雕塑 捐赠给山东人民 今年3月26号 韩美林生肖艺术展 在青岛市美术馆开幕 87岁的韩美林 带来了近700件生肖艺术作品 他笔下的生肖形象 神态逼真 憨态可居 让观众流连忘返 因为市民观展热情高 展览将延至5月14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